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個Videos Hello 大家好 今天這個Videos 就是跟大家做一個PR的Unboxing 這裡我已經是有PR寄給我的東西 其實是這兩個月以來收的東西 你說是不是很多 又不是說真的很多 不過我也想給大家看一下我收到什麼 因為有些都挺有趣的 還有想跟大家一起拆 現在我們就開始吧 我不如由小顆的開始講起 先說這個吧 是Mac的 就是Snowball的collection 其實我也有打算去搶的 但那天早上不知為何經過Mac 就沒有進去 就搶不到 到我下午出去看的時候 就剩下一些Display 其實我也有想過 不如叫它買Display給我 但好像很瘋狂 所以就沒有了 之後回去就收到 Mac寄來的Snowballcollection的包包 最初我以為只有兩支唇膏 唇膏 其實我有一支唇膏 他寄了給我 我是很想買的 這裡裡面有那支 還有我有幾顆眼影 我都很想買的 它的紅色眼影超美 不過他們都寄了一顆白色的眼影 就這三樣東西 唇膏其實我還沒用的眼影 今天就塗了一些上去的眼影 是一個Duo Chrome的眼影 這個collection真的全世界都好像在搶 因為玫瑰金和金色 其實我本身自己不是很喜歡金色 但它這個包包真的很漂亮 眼影是有印了雪花的凹凸紋在這裡 這樣看又不是很閃 它這個顏色是白色反一些 藍藍綠綠的光 我覺得這個用來做眼妝的highlight 或者其實你不怕的話 用上面做highlight也可以 然後兩支唇膏 一支就是鮮紅色 Ruch and Snow 另外這一支就是我超級想買的 這一支叫Shimmer and Spice 這個顏色特別一點 我就Swatch給大家看一下 我現在Swatch了 它不是很實色的顏色 不過就有一些閃粉在裡面 幻彩一點 有些紅紅金金的 遠看其實是橙金色的 這裡就是MAC的三件Snowball Collection 的產品 除了MAC之外 Tony Moly也有寄一些東西給我 不過就散修修少少 有一支Lip Tin 這一支叫Lip Tone的Lip Tin 是Velvet質地 這個顏色就是05號色 我已經開了日用 我也有Post過照片上Instagram 好像 你看它是超級實色 超級漂亮 你可以blend開去做咬唇妝也可以 可以就這樣塗實色也可以 我很喜歡用Lip Tin 所以我很快就已經開了它來用 還有我覺得它這個系列的Lip Tin 很有趣 它們是好像Pantone的顏色 我沒有去它的Shop看看其他有什麼顏色 但我覺得也可以去看看 除了這一支Lip Tin之外 還有一個Eye Shadow Palette 02號Burgundy Mood 其實它說Burgundy 我又不覺得很Burgundy 都是一些Earth Tone的顏色 我覺得都挺實用的 因為有些Matte的顏色可以做Transition 有深色有淺色 還有我喜歡的橙啡色橙金色 眼線筆 不是的不是眼線筆 這個是它的Ink系列的Mascara 01Folium這個 好像一支筆一樣 它之前有出過一個羽毛筆的Cushion Eyeliner 那我那個也有用 我來看看 掃頭是這樣彎彎的 那我會用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用後感 如果好用或者不好用的話 通常中中挺挺的就不會說 是很好用或者好不好用才會說 Mascara 另外還有這個BB Cushion 都是Tony Moly的 這個叫Farm Cover Cushion 其實我不懂得讀的 打開我覺得這個包裝很漂亮 但我又是沒有用的 它是黑色閃閃有閃粉的 就像是高級的東西 裡面就是這樣 跟普通Cushion一樣 這個我是沒有用過的 那對了 如果大家想看測試的話 就告訴我吧 我走進來 在這裡吵 然後這一盒就是Skin Care 叫做Dr.Jo J.O.U. 那就是叫做芯田 這個牌子 台灣的醫學品牌 但是製造的地方就是上海 其實就是玻尿酸 收護精華 打開就有七瓶仔 它好像叫做不知道什麼 七小瓶 那我會嘗試用一下它 然後如果好用的話 就在Favorite跟大家分享 然後這一盒就是Benefit的 那去年聖誕節 其實我也有買Benefit的 微布那些系列 那去年那個我就買了一盒 小盒一點 又是滑眉的 那我還在用中 那這一盒他們就傳給我試用 打開就是這樣 咦 我拿走了兩支 有兩支在這裡 那我拿回來先 裡面就是這樣 其實我也有用過某些的了 那這個是有個眉掃和眉刷 那這個是眉的highlight 這裏是眉Gel 那這一支棒棒呢 其實是用來讓你量度自己的眉 有些人不懂畫 就要量度這條眉的比例 那Groove Proof的眉筆 我一向都有用的 但它有支好像再幼一點 那支我就沒有試過 這個就是Car Brow 即是它一個好像brow gel的東西 那它這裏上面就是一支掃 那我覺得這個Car Brow 這個可以畫到很漂亮的眉 但是新手來說可能就要一些practice 如果你要畫好根根分明的眉 就要少少技巧 但如果你要填滿眉 就很容易用的 這個呢 browsing 這個我也有用過 那裡面呢 就是有一個眉的wax 還有眉筆 還有一個很可愛的眉筆 是可以打開 我覺得不錯 因為太短你又畫不到 這樣它變了霜頭 那一邊可以用wax 一邊就可以用眉粉 那其實呢 這個呢 我就覺得不太適合我用 因為wax 其實都可以畫到眉的 但比較適合一點 那條眉很濃啊 或者只是想填一點點 然後再用眉粉 設定它的人 那我會比較喜歡用眉筆 或者用它那個Car Brow 這個設定不知是多少錢呢 看看 這個設定是575元 那我覺得都可以划算 如果你想試完它 的眉部產品 都可以買來用一下 不過我就要看清楚 這個顏色 那這個顏色呢 他們寄給我就是3號色 那其實我自己用開 就是用2號色的 因為3號色 我覺得比較偏紅了一點 然後呢 就到唇膏了 Grimmo的唇膏 我收到這盒東西的時候 是wax 做了一聲出來 就是wax 因為這麼大盒 其實我也在想這盒東西是什麼 我知道是唇膏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唇膏 那打開給大家看看 我要退後一點 登登 哇 那上面呢 其實這個是Rita Aura 那是他們的代言人 下面呢就是他們的liquid lipstick 好像不是說最慎出 不過香港應該是剛剛才有的 你看沒有了一支 因為我拿了出來用 我今天的嘴就是在塗這個顏色 這個顏色是200的pink blink 那我對他們的liquid lipstick的感覺就是 嗯 不算太乾的 但是我只是試了一隻顏色 而且他們很有趣 是罕有地 drug store竟然會出現灰色 深藍色 還有黑色 還有鮮紅色 沒有橙色 都是偏粉紅 還有一支深紫色 還有深紫紅色 如果大家想看這個liquid lipstick的review 或者lips watch 就留個留言告訴我 或者留個唇膏印 那我就會再拍一個video 或者做個wear test 或者是sleep lip swatch 因為我又不想swatch 那麼多隻顏色 其實我用不完的顏色 我想我會拿某些顏色 然後其他就可能會送給朋友 或者家人 那我現在在塗這支pink blink 其實是一個超美的mlvb color 所以我就很快地已經把它具為了幾有了 另外呢 我看到有一個顏色叫做 Mokka 這個是一個啡啡的nude的顏色 那其實它裡面的顏色 應該比它的tube是深色一點的 那liquid lipstick呢 就不怕多的 因為我很喜歡塗liquid lipstick和lip tin 這兩樣是我想我最多塗的產品 比起唇膏 我真的塗liquid lipstick和lip tin 是多很多的 那大家如果有興趣去看一下 他們的唇膏 都可以去有Rainmo賣的Watson's 那我覺得drugstore來說 都真的挺厲害的 會出這些浮夸式的liquid lipstick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去check out一下 我要繼續說第二樣 否則我的video會很長 然後呢 很多唇膏 我發現呢 很多品牌都是唇膏 反而我就比較少收到粉底 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都知道我很喜歡唇膏 然後呢 這裡就是有 NYX NYX Cosmetics的一袋 其實之後還有一袋 那這裡呢 有些是他們寄給我的 有些是我出Event的時候收到的 那這個pallette就是我去Event的時候收到的 那他們幫我試用完呢 就送了給我了 那也是一些我喜歡的 蠻綠色的顏色 那這個也是Event裡面 有個袋裡面送的 那這個就是有 Powder Highlight和Contour 那這個還沒開來用的 那這個還沒開來用的 然後有一個finishing powder 其實還有一支 它的HD粉底的 不過呢 那個顏色是太深色 所以我已經送了給朋友了 然後就有一支 Eyeliner 這個很有趣的 就是Sculpt and Highlighting Duo 是類似雙頭遮瑕膏的物體 一邊淺色一點 一邊深色一點 可以用來做Highlight和Contour 這個顏色是0.6 可能太深色了 我不知道 我要先試一下 一個它的Longerais系列的 Eyeshadow 那些Matte的Cream Eyeshadow 那樣的物體 可以用來做Base打底的 這個顏色 另外其實有一堆 他們的Metalic唇膏 那我只保留了兩支 那這兩支 我也是放了進去 我上次秋天的唇膏影片裡面 因為我覺得這兩個顏色很漂亮 然後有一支粉紅色的Lip Cream 有一支Matte的Lip Stick 那這一支好像水筆一樣的 我想是 它的樣子是 我還沒開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麼 然後這個就是他們寄給我的 就是一個Eyes and Face的Palette 那裡面又有一些Countour Eyeshadow 那這樣 那這個我也是還沒開的 它有一些紫色藍色的 我不知道會什麼時候才用到 那然後上次Event那一袋 也送了一支Matte Finish的 Makeup Setting Spray 那我這個都還沒用的 因為我現在用Urban Decay的 All Night Setting Spray 那我都覺得那支是OK 繼續都是NYX 這個袋裡面就有放這些紙 那我想是聖誕節的關係 所以這些PR 都真的很多Block Set 那些傳給一些Press Blogger Youtuber 那首先呢 也是唇膏 這個就是Satin and Velvet的唇膏 泥盒 上面有些Satin的唇膏 那下面這些就是Velvet的唇膏 就是一支的唇膏 其實它有張紙的 它有張紙寫到這些是什麼 剛才這個Set就是不同質地的系列 精選12支的套裝 那這個是255元 只是旺角銀城的專門店才有的 那這盒就是細盒 就是三支Velvet的唇膏 這一盒就是170元 它是寫 hashtag有班好姐妹 那我想是 suppose給你送給朋友 或者買來聖誕節抽獎 然後還有一套東西 就是這一套 New York棉花糖油霧唇族 不知唇什麼 城市組合系列 那這個就是New York 另外還有Los Angeles 這個150元 其實這個我覺得很划算 而且它說裡面 紫色這個唇膏 是新的顏色 那這支唇膏叫做New York 那裡面呢 就有些基本一點點的眼影 那這個可以當作是胭脂 還有有一個powder 不是這個是highlight highlight和胭脂 那這些其實我覺得挺划算的 買來抽獎 或者送給朋友都OK 但我就沒用過 那我想我也有可能會送給朋友 或者可能 give away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想要 這些give away 所以我有時候都是給朋友 然後又是唇膏 那這個就是Revlon 最新出的 Ultra HD的metallic 咦它有四支的 其實有一支 可能我拍完照 不知道放在哪裡 那這個暫時有三支 其實有四支 那我沒有用過的 我有用過它們Matte的Ultra HD 那這個就是metallic 那不如我開一支出來看看 那開這支 暫時手頭上最鮮色這一支 我也想看看它的質感是如何的 這個顏色是700 Fair Eclair 又是跟它之前那些浸味好似 但是這個好像更厲害 嘩好像藥水味 我不會說 很生果的藥水味 那我先給大家看看 就這樣看起來 就不是超級厲害的metallic 那些是比較穩定的 是比較穩定的metallic 但是暫時塗了它 在手上它還沒有乾 所以先等一會 那我這裡就不理它了 那我講這一盒很厲害的東西 就是LG 和這個Cacao Friends 出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什麼是Cacao Friends 如果你們有用LINE的話 LINE是一些公仔的 Cacao Talk就是韓國一個類似LINE的物體 那韓國人大部分都是用Cacao Talk來聊天 他們很少用WhatsApp的 那裡面那幾個公仔呢 就是這幾隻公仔 這盒東西是超級重 那我收到這盒東西 我又是嘩了出來的 嘩 那這幾隻呢 就是Cacao Friends 就是那個Cacao Talk裡面那幾個公仔的character 很有趣的 我覺得他們很有趣的LINE公仔 因為他們的樣子是很醜 所以他們有很多sticker的 我忘記給大家看 這盒東西裡面就是這樣的 這個系列就是LG Household and Health Care Limited 旗下的牌子 叫做On the Body 和這個Cacao Friends Cross Over的產品 它們有些在萬寧有得買 有些在沙沙有得買 那這盒東西裡面有什麼呢 有牙刷 都是牙刷 聲波震動牙刷 有這個LINE Mojito味的 其實有點大鑊 因為我看不到它後面寫什麼 只是寫著Cocktail Edition的LINE Mojito 但是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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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張東西都沒有寫的 那我又去看看這張紙 幸好他給了這張紙 這個是牙膏來的 是LINE Mojito味的牙膏 好可愛 而且你看他們的公仔的樣子是很醜的 那我告訴你 我最喜歡那隻公仔是哪一隻 我最喜歡的公仔是這隻 是一個好像屁股的肚 你看看樣子 這個也是牙膏來的 它是叫做Pitch Crush 我之前在日本也有買過一支白桃味的牙膏 但那支已經用完了 這支我可以試一下用 好喔 牙膏很實用 接著還有三支很可愛的LIT BALM 這支是維他命A 維他命E 還有維他命C 那他們三支呢 中間這一支是沒有顏色的 旁邊這兩支是有淡紅色的 這支是櫻桃味 蘋果味 還有桃味 好可愛 這盒真的 維他命E的LIP MASK BALM 含有蜂蜜和椰子油 可以滋潤嘴 可能晚上用來敷完它 第二天就不會那麼乾 然後這一包呢 很有趣的 有齊了他們不同的角色在裡面 那它是什麼呢 Cacao Friends Travel Kit 有洗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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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價錢是$99 然後有一些不同的面膜 那我不逐一講解它們是什麼 你看它們的樣子很可愛 給你們看一下 然後有四包紙巾 眼唇卸妝紙巾 普通卸妝紙巾 潔面的濕紙巾 還有body專用的濕紙巾 這盒子就說完了 是不是很有趣呢 你看這隻肚子的樣子 真的很有趣 是嗎 是嗎 還有一隻狗 很有趣 這隻狗很有趣 不過它很少出場 在這裡 我有它的鎖匙扣 好了 更新大家 剛剛那個Revlon HD的東西 說了那麼久 其實它沒有變得乾了 它還是亮亮的 那你要印它 還是會印出來的 接下來這個產品 是我今天才剛剛收到的 我還未拆出來 我和大家一起拆吧 不如 由於它是紫皮盒 所以我沒有放在床上 我怕骯髒 lookfantastic.com寄來的 lookfantastic 就是一個英國網購的平台 都是賣很多不同牌子的化妝品和護膚品 那他們就寄了這個 Beauty in Wonderland的 Avent Calendar給我 啊 是不是很漂亮啊 原來很搭我的房間 原來 盒子就是這樣 你會看到我一個很Ring Light的 Reflection 那我們現在一起打開它 我還未開過是怎樣 嘩 嘩 好漂亮啊 糟了 近一點給大家看看 好漂亮啊 這些畫 嘩 我很喜歡啊 紫色綠色 還有一些illustration都很漂亮 有一個flamingo 有一個人 有蝴蝶 有些Alice in Wonderland的感覺 所以它叫Beauty in Wonderland 先托著它 至於它裡面有些什麼呢 應該是 我不知道它有24天還是31天 其實我未買過這些 Fan Calendar 打開它 它是櫃筒的形式 打開 有不同日期 我現在拆光給你們看看 我也不知道 這個東西 嘩 原來是這樣的 這裡還有一些位置 可以讓你擺 手飾 即是你用完這個東西 拆光裡面的禮物 你也可以保持這個盒 你可以用來做一個梳妝桌 或者擺東西 我覺得蠻好 因為很多一盒盒的Fan Calendar 其實你買完回來 你拆光之後 就會變成一塊垃圾 一堆紙 那我不如拆光給大家看看 有些什麼 拆不完 我拆一些大盒的給你們看看 這個東西有四層 每層就拆一塊給大家看看 大概有些什麼 那或者我會再在Edit這個影片的時候 加一張照片 拍給大家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那大家看看 裡面的東西合不合自己的心水 再決定去不去買 嘩 很漂亮的 這裡裡面也能夠包 這個是什麼 Pixi Wu 那個牌子 Pixi的東西 這個是 Highlight 有些Glow Booster Beauty Blush Duo 還有Lip Lift Max 是一個Lip Gloss 糟糕 我可不可以把它包得很漂亮的放進去 我又想拆光它來看 現在我好心急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人每天拆一件 拆完這個 7號 它剛剛出來了 它漏東西 這個應該很香 但是漏東西 還是溶了 這個是什麼 會不會是蕃茄那些 你看到那張紙嗎 哎呀 不行 我要拿出來扭緊一點 如果未會繼續扭 但是很大股的味 它是一個Body Mist 來的 Illuminating的Ten Mist Body 是一個有些韌韌的色閃粉的Body Mist 很大股香水味 糟了 但是它不斷漏 我不管了 我想把它放進去 幸好拿出來看看 我第一格就拆了兩格 很無聊 這個影片應該是三十幾分鐘長 第二層 就是這樣的 我拆19號 我真的隨便拆給大家看 它每一件都有包好 這個就是Crab Chi的Ocean味的Hand Therapy 真的不好意思 其實我真的很不喜歡Ocean味的東西 我想這個我應該真的會送給別人 這個是髮型用品來的 Sculpt Detox 是一個Exfoliating Shampoo來的 我發現我開了大顆的都是一般喜歡的東西 來的 先開多顆小顆的 我現在很想開光 開6號 這個叫做Discwork的 Intransit Camera Close-up Mask Monsturizer and Primer in One 即是怎樣 即是一個很保濕 可以當Mask Blue的Primer 好了我們移動到第三層了 這個已經是開了三個了 太好奇了 因為實在 第三格 全部都是大大顆的 這一格 像是多些身體的東西 我開顆最小顆的 18號 18號 Suchamonada 好可愛 這盒 什麼來的 Dr. Lipa Original Nipple Balm 好可愛 這個盒子 好可愛 這公仔 為什麼它會寫是Nipple Balm Use Everyday for Beautiful Soft Glossy Lips 它說可以用作一個Beauty Balm for Pre-Lipstick Priming Cheek Shine Eyebrow Taming Glossy Eyes Eye Glitter Mixing Pigments Mixing with Essential Oil Or Cuticle Nail Care 即是一個很白搭的滋潤的Cream 如果你的Nipple很Dry 也可以用一下 我要再研究一下這個 不過 也挺有趣的 因為它的包裝很好看 好了 可以開一個 開 11號 這個很聚手 很重 像是洗澡 是不是洗澡 像是 Molton Brown Body Wash Ginger Lily Ginger Lily 像是我會喜歡的味 我喜歡薑味 和Lily的味 我很喜歡這個味 很好 又是洗澡 最喜歡洗澡 有看我的MT's Video 也知道我超喜歡洗澡 第四層 我也是擦2-3個 9號 最小的那一顆 是在盒子上 是隔的 9號是什麼 Banana Setting Powder 這個Banana Setting Powder 好像挺有名的 我之前有聽過 它的牌子 就叫做Banana Setting Powder 就是這樣而已 然後我開一個15號 哎呀 有12號 我終於找到洗澡了 但我先開這個15號 這個一條東西這麼長 是什麼 化妝掃 Look Fantastic 自己推出的化妝掃 玫瑰金色 很漂亮 真的漂亮 你看 是這樣的 你現在可能看不到是玫瑰金色 但是是玫瑰金色 這個應該是粉絲 或是粉絲 或是粉絲 人造毛 但是也是很軟的 這個很漂亮 繼續擦 我完全忘記了自己要睡覺這回事 我就是想快點拍完這個影片 因為其實有很多影片 我還想拍的 但是呢 就經常都沒有空 坐定定的坐在那裡拍 因為每次拍之前 都要設定這樣設定那樣 所以就搞很久了 對了 這個是我最後開了 十二號我的生日 這個是一支支小的產品 其實呢 我覺得它不用這樣包著 是有個神秘感 但是浪費了很多字 其實這個已經浪費了很多字 而且每個都有一個 這個是 Cauda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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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nsterizing Sobe Cream Hydrating For sensitive skin 這個我適用 好了 我終於拆完了 其他的我就真的留下十二月 所以我自己慢慢拆 不是啊 我要拍照給大家看 這一層呢 就是Advanced Calendar的第一層 那這個就是25號那一份 它總共有25份 那25號是 聖誕節那份是最大的 就是我給你們看過 在影片裡面也是拆了這個出來看 就是Pixi的這個 Glow Highlight 還有Glow Cream 那一支 這一支 那一支 已經被我洗乾淨了 那這一支是 什麼來的 Micellar Water 還有一支 Mascara 不知道是什麼牌子 歐洲那些牌子 還是外國那些牌子 應該是歐洲 還有一支Eye Masker的唇膏 不知道是什麼顏色 Phoenix 由於時間關係已經拆開了 它裡面是紅色 配上白色 Marble 很漂亮 這支 不要管它 Move on 去下一層 第二層呢 就是我有拆過 這個也是Shampoo 這個應該也是Hair Product 不如這一支 Hand Cream 這個Face Mist 這個牌子 我不懂得讀 Omoral Fixer 這個牌子 其實我已經想試了這個Mist 很久了 這一支都幾大支 這麼大支 那 這個包裝就 可能是限制包裝 我覺得比普通的一支 好開心 然後這支 剛才拆開的時候 給大家看過 然後有這個 Morrican Oil 這個是 給頭髮的 那我的頭髮這麼乾就適合了 這個Elemus 的Marine Cream Pro Collagen 即是 Anti-aging的Cream 好 那這裏就是第二層的東西 第三層的就來到這裏了 這個Wipe Out Micro Fiber Cleansing Cough 喔 即是洗臉的那些布 這個 之前給大家看過 這個 這個是 First A Beauty的Cream 其實我自己也有 未用完 這個Nipple Cream 大家看過了 Nipple Balm 大家看過了 這個Nipple Balm 它真的寫Nipple Balm 這個是 Oskia London的 一個Mask 不知道是甚麼Mask 要研究一下再 然後這裏有一個 Wild Roses Chorus 不知道是 Advanced Repair的東西 總之都是Mask 應該 好了 那最後一層呢 這個給大家看了 是那支Rose Gold的化妝掃 然後有一支 Instant Brow的眉筆 應該 Caudalie的Cream 給大家看了 這個是什麼 Superfood Facial Oil 然後有一個 Banana Powder 大家看了 然後有一個 Eye Shadow Palette 我不知道是 這是甚麼牌子 High Definition的Eye Shadow Palette 很緊張 會是甚麼顏色呢 啡色 我也猜到是啡色 因為最容易用 但它是一個 Warm Tone的啡色 看看 在鏡頭這樣看 有一點點Warm Tone 但其實 實物就好像沒有那麼Warm 還有呢 其實這裏有一支 Ciate的眼線筆 我忘了說 剛才想看那支 Ela Masca的Marble唇膏 很熱 插到 這裏就是所有25樣的產品 現在很混亂 我覺得這個 Advanced Calendar 也挺划算 因為最想用的是這個 其實 本身也想買 然後唇膏很漂亮 你一定會找到一些適用的東西 因為都是 Cream 洗澡 有滋素 甚麼都有些 我覺得大家如果想買 就快點去買 因為 不知道何時會買完 好吧 這盒是多少錢呢 這盒是866元 它說如果你買了 通常會24小時之內 就會寄出 這個Advanced Calendar 裡面的東西 它說是Worth Over 3000元 如果大家有興趣 也可以買這個東西回去玩一下 而且我覺得這個盒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其實我自己來說 沒有買過這些Advanced Calendar 今年才第一次收到 如果你是男生 也可以考慮買這個東西給女朋友 八百多元 又不是很貴 又不是不貴 也可以每天開一顆 看看有甚麼新的美容產品 可以用 如果你們的女朋友很喜歡這些美容產品的話 在我剪輯這個影片的時候 我都收到 這個VDL送來的聖誕節系列 是一個超級紅色的系列 你可以看到 這個blush是橙紅色 然後這個眼影盒 都是一些暖色的 橙橙啡啡的顏色 還有一支紅色的唇膏 還有一個紅唇膏的袋子 它的包裝很漂亮 全部都是紅色 就是這樣的 我會看看有沒有時間 用這一堆東西化妝 如果不夠時間的話 我就會把他們的Swatches 放在IG 大家去IG看就可以了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的中數 2點45分 很睏 我真的想拍完這段影片 給大家看才睡覺 所以就搞到這麼晚 其實我明天還要上班 我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分享 其實我不清楚 不要吵 不要吵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看這一類的PR Unboxing 因為可能有些人不喜歡看 別人收了甚麼PR 我覺得沒甚麼所謂 我可以分享給大家看 我拍這個影片 真的是純分享 他們也沒有任何一個人 給我任何錢 要我說這些 試用完它 喜歡的話 也會說喜歡 不喜歡的話 也不好意思 我會把他們放到類品裡面 如果大家真的不喜歡看的話 如果我再做這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不看 如果大家喜歡這類型的影片 也可以給我一個讚 現在真的 五十二分 快三點了 我都要睡覺了 很累啊 我還沒洗臉 我終於下妝了 希望大家喜歡我這次的影片 應該剪片也有時間剪了 有空 有空去追蹤我 我的Instagram Facebook 和Snapchat 我希望可以在Instagram 跟大家多聊些 或者你們看到我有甚麼產品 你們很想我試用的 記得留言告訴我 還有如果大家還沒訂閱我 也可以訂閱我 我訂閱了 也可以按鈕按鈕 我不知道在哪個位置 糟了 現在我的腦子想不到東西 很睏 對了 我忘了叫你出場 找你了 過來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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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應該不喜歡我抱她 因為我現在的手 有剛才那些噴噴的香味 所以她很想逃走 但是呢 你和大家先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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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累啊 講到 好累啊 先休息一下